對 求婚弟也在家裡 她的是另外一個燕子 還是秀一下 你手不要伸出來 你手不要伸出來 她的手伸出來 好好好 這樣子 對啊 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知道 我現在很緊張 然後我小汗 第一次秀這樣子 對 天刀龍與生恩婚好手露面 甜蜜求婚合一配過程 對 其實那天9月28 我們稍微回覆一下那天 那天蠻多人登記 那天9月28真的很多人登記 對 玉婷好像也是那天 不是吧 她是那天在現場 她是那天在現場 肝吼 這有來演課嗎 應該沒有 沒關係 其實我們原本 沒有打算要特別公開這件事情 我們就覺得就是兩個家庭 然後好好的 就是低調的過程 然後後來想想 她遲早會被問到這一題了 那就 好啦 那就在雙十一的時候 光棍節的時候 分享這個喜悅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雙方家長之後 我們就一起吃個飯這樣子 喜歡她哪一點 吸引你的 工作的時候非常認真 要說我什麼時候 開始認定這個人的時候 應該是說 沒有一個特別的 moment 是日常生活這樣累積下來 然後你看到 是怎麼求婚 因為我們就是以交往前提 嗯 以 結婚 對不起 以結婚為前提 上相處下來 然後有時候就會問一下說 欸 所以你真的不交給我嗎 然後反正就問問 就 by the way 這樣問 問問問問問 然後問一問 就覺得 好像是真的可以 然後我說 還是我們就登記好了 怎麼知道登記 本來就是用半開玩笑的方式 然後有一天就是 會聊到結婚戒指這件事情 然後就 看到一款戒指 然後就開始存錢 然後存到錢了 然後就在那天就是 跟她求婚了 對 求婚弟也在家裡 她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還是個秀篩 你手就要伸出來 你手就要伸出來 你手就伸出來 她的手伸出來 好 好 對啊 我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我現在很緊張 你讓我手看 第一次秀這樣子 對 對 那爸媽看到媳婦有說什麼 喔 他們很喜歡她 嗯 她第一次跟我們回到雄的時候 就是我 爸 我媽 然後我叔叔 我奶奶 就都超想 因為我姑奶奶 她現在有點 她是很正 所以她講過話都會忘記 但她 孫依佩跟她講她名字的時候 她 也都不記得 依佩叫什麼名字 她只會叫她 因為她會看 可是她 她本名就真的記不太清楚 對 然後她說 你什麼時候來自外孫媳婦啊 一直問一直問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佑欣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划算 你記得來看我 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三粒嚴選